Lin 老师 Lin 老师 Hello 大家好 我是时尚小老师 Lin 老师 Lin 老师今天来这里做什么呢 因为听说学弟妹们现在在里面澎湃 然后准备她们的头发和妆 我们来一看究竟 诶 等一下哦 听说今天有一位大明星也在里面 到底是谁呢 好期待哦 好想知道谁哦 好期待哦 来看一下我们的摄影棚 诶 男模们在吃便当 等一下 请问你是 你是今天的大明星吗 大明星 是你吗 你消息好像不太对了 我今天是编老师 编老师 我是Lin 老师 是来看彭拍的吗 诶 你去年这个时候也是参赛者 所以你来这里彭拍 你当时心情不一样 当时的心情真的 很紧张 很紧张 很紧张就是 镜头发位你紧张了 星光的比赛比较紧张 还是模特比赛 我觉得哦 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模特比赛 让我比较紧张 为什么 因为唱歌比赛不用过一线 可是我近几年 看到你在杂志上 你好像都没有穿衣服拍照哦 是不是个人很偏好裸体 也不是啊 打赤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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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给我们露一下 好啦 还是上了 那你可以就是 这一次 因为学弟妹们 他们应该都是第一次同拍吧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如何消除紧张 有没有一些小朋友 小朋友 其实 我觉得 就这么简单 几个步骤 三步骤 有三步骤是不是 消除紧张三步骤 第一步骤 跟我一起做 深呼吸 又吐吗 又吐吗 又吐气吗 好了 第二个步骤 吐气 第三个呢 第三个步骤 深呼吸 加吐气 喂 喂 那你这一年 你也进来工作 智希 工作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我 跟 当时我进来 模特儿之后 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 可以当自己放开很多 做了很多以前 不敢做的事情 像是华比斯汗 华比斯汗 华比斯汗 喂 怕你抓到眼睛 就是像 一些 像 在 在大家面前 比较能够放开 那最后 编老师 有没有一些武功啊 可以传送给我们的学弟妹们 武功 对我来的武功 我来的武功 你叫我姐姐 喂 喂 喂 都不认真 喂 不然反而你啦 看到现在他们 都在我身后 健身 看到他 请问你 等一下我要排内裤吧 那你现在健身的意思是 偷脸一下 偷脸一下 有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你手可以再举高一点吗 看到 一下 没有长毛耶 为什么没有长毛 还没开始长毛 还没开始长毛 你几岁 十六 十六岁 那你有喜欢什么偶像吗 好 这可以放点 小贾斯丁 小贾斯丁 为什么不是喜欢贾斯丁 因为 我觉得贾斯丁比较好 有创作 最比较有才 所以你觉得贾斯丁没有才 没有啊 也不这样做 不要喝醉哦 他粉丝很多 好啦 那 那你觉得你会得冠军吗 嗯 应该 没有那么 容易吧 那对自己有自信 我再问一次 你觉得你会得冠军吗 会 会 一定会 对着镜头齁 会 我一定会得冠军 我一定会得冠军 那琪琪我问你 你觉得怎么样 才会贏 我觉得 第一个要有自信 自信 对 很强大重点 哪里 一定会得冠军 对 然后在台上 永远展现 就觉得 这个圈记是最漂亮 没错 就是总归一句 就是自信 自信非常有自信 所以你觉得你会 呃 我当然是希望 当然是希望 就要看 看医生们 对 好 不用看评审 你觉得你是第一名 就是展现出来 绝对会拿到第一名 是怎么第一名 哇 我猜到我是第一名 看那个人 丁老师的第一名绝窍 就是觉得 台上就是唯武独尊 唯我独尊 不是唯武独尊 唯我独尊 就是最漂亮的 其他人 就是隐形人啊 没有其他人 对 就是讲自信 最重要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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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